九十二岁 我们今天讲《近代高增转》 这一个 电脑调转了 这些字调转了 这么久都不知道调转 这些字调转 水平方转 请合奖 南部本师释迦和离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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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放奖 我们今日继续说《近代高增转》 近代的高增有很多 最主要是有三虚 虚弘老和尚 这个是禅中太斗 大家都知道 然后是泰虚大师 是现代佛教的创建人 人庚佛教的创始者 上一次讲过了 泰虚大师对佛教的贡献 连三宝歌都是他填的 他填词 宏一律师作曲 然后是泰虚大师填词 第三个是淡虚老法师 淡虚老法师 更代高增有很多 淡虚老法师特别重要 就是因为他在香港住 香港来过香港 他在三七年来香港 住到1963年才原籍 89岁原籍 他是43岁才出家 他在香港环法星社 创办南华佛学院一生 提倡这个增骑教育 因为现在出家人 就和淡虚老法师那时一样了 少讲经 少人讲经 多数都是做佛事 之以此类 所以淡虚老法师是特别提倡的 天台三老 淡虚老法师 天台四十三岁出家 天台八十九岁原籍 还有定西 定西就是东南念佛堂的 东南念佛堂 定西法师最出名的 因为他是末代皇帝 这是普怡 的国师 普怡给了365斤铺铺收租 每天收一个租 直到他下来,他是国师 下来是东南年博堂 这三个天台三老都是讲天台宗 淡虚老法师是天台宗的44代 太行法师是43代 1925年太行法师传法给淡虚老法师 还有保证法师在天台宗有两个出名 不知道太行老法师传了多少个 还是有两个最出名的 因为保证法师来香港在宗宗寺 这个保证法师和淡虚老法师都是44代 这个44代淡虚老法师传法给我师傅 我师傅是45代,上永下星体道恩师 这个是45代,我师傅传给我的46代 这个保证法师就传给显明法师 显明法师再传给国光法师 所以国光法师又是46代 如果说圆拱呢,圆拱是47代 所以天台宗来说,天台宗是这么多个宗派里面 是传得最圆满的,因为每一个都找到 当然墨宗也很圆满的,因为墨宗是中间叉出来的 因为墨宗是传成百祖那里 墨宗也很圆满的,但其他的宗派,好像我接的花盐宗 花盐宗就中间断了,我们接那派的花盐 我们那派的花盐和这个遗色池阴宗一起传的 池阴宗十八代,花盐宗四十二代 所以我们是延守宗的,延守宗四十二代 所以天台宗在大陆,每个人都想来接天台宗的花盐 因为大陆天台宗是最圆满的,所以天台宗接了佛教会 不需要审查的,不需要特别去查你的宗究竟是什么宗 因为天台宗出名的,天台宗是不需要审你的资格的 所以天台宗是很香的 天台宗为什么天台这么重要呢? 就是我们现在的人看佛教,佛经也好,看什么也好 我们是没有用到天台的花,我们左叩一骨,右叩一骨 一会儿又看四成泰,一会儿又看十二英元 一会儿又看四年柱,一会儿又看三十七造品 看来看去看来看去,暖晒龙 因为一个打一个,一个打一个,变成小成,有些大成 现在更加,因为学校开始开佛学班,当然要有博士 博士全部都是斯利能卡,缅甸小成法师 小成法师或者小成的学者,来到当然是讲小成 所以我们现在的佛教,大成小成是不分的,混在一起 混在一起,那就大件事了 为什么呢?小成是治疗的,小成和大成的分别 就像一个法师,法师当然是导众生的,好像救生员 这个小成也是救生员,不过他快点游上岸 那是治疗的,先扔上岸 那就安全了,即是自己解除了,说是你 要得你浸身也好,什么都好 不管你,总是知道自己一个人,顾自己搞定 所以日中一食树一缩,他又不用见仁,不用成 他导众生也有导,但是碰巧便导,不碰巧便导 所以这个小成是治疗的 这个大成就不同了,大成你自己解除之外 最重要是导众生,即是救生员 所以我们救生员,要导所有的众生都去了淨土 你才是去淨土的 哎呀,我连伯求生淨土,何知你 等些众生在苦海浮沉,也不是办法的 所以你要想办法救导众生 就算你没有这样的能力,你的缘也不能退 因为你下一世又再来,这一世不够道 下一世又是不够道,即是集气 你这一世去导众生的,即是大成 那你下一世又是大成的,下一世又是导众生的 所以我们要知道这个佛教来说是分开 我们上一次讲的佛教史,佛教史总共有五个时期 天台宗分得最好,天台宗五时八教永流传 我们接到天台宗的法,我们有妙宗子 妙宗子门下门,门那两手计,妙法宏孙四生六道含寿益 这个中风重振,五时八教永传阳 这个五时八教,提唱这个五时 五时就是阿含十二方等伯,阿含经 佛教史总共有十二年,因为这些天台宗 如果没有天台宗去分,那你的经就乱了 阿含十二方等伯,阿含十二方等伯,阿含十二年 方等说八年,八年 这个二十二年的波野坛 二十二年,波野坛 方等,阿含十二方等伯,二十二年,波野坛 花盐最初三七日,三七日 花盐二十一日,这个 这个呢,法花列坎,就共八年 法花列坎,列坎经,八年 八加二十,就三十,三十八 那就是四十九年,这个四十九年 这个四十九年,这个 这个 说法三百余会,佛陀 佛陀讲经,讲了四十九年 这个阿含十二方等伯,二十二年 般若谈花言最初三七日 发花列盆共百年 所以我们天台中讲经 一拿起这部经 首先不是讲经 我们看看它是何时讲的 我们有五重原意讲经 这个识明 首先识题 解释经的名字 接着这个谴体 识明 谴体 看看它是什么遗体 这个是无相遗体 或者是什么遗体 有些是了意经 有些是不了意经 这个是明中 论用 识明 谴体 明中 论用 判教 看看它是何时讲的 这部经究竟是何时讲的 所以你学佛的时候 如果没有学过天台 那你就对佛经就很乱了 因为一大堆佛经在这里 在明清的时候 与宋元明清 都没有人讲小成的 因为小成是治疗的 小成是他自己解脱的 第一 他是出家的 出家人 出家之后 他就收四年处 五庭深宫 然后转收四年处 这个五庭深宫 收到圆满了 小成出家 若通一食树 一宿三衣一泊 他就拼命收打坐 打坐五庭深宫 多汤众生 北静宫 多称众生 慈悲宫 多痴众生 因缘宫 多执众生 界分别宫 多胜众生 傻式宫 收到五庭深宫的成就 什么是成就呢 好像一个傻式宫 傻式宫分开四个阶段 大致度论分开九重刺帝 但这个刺帝大致下分开四个阶段 一个是粗心住 十分钟不乱的傻式 接着是细心住 半个小时不乱的 接着是肉介定 最后是初喝禅度地定 这是车摩托的境界 车摩托的境界 是北静止观 如果你继续说 空无穿边柱 色无边柱 无所有柱 非腸非非腸 一旋二旋三旋四旋 这叫做四旋八定 其实是四个旋 四个定 你收到这一个外道 收到车摩托的时候 它继续是初旋 定生起落地 定里面出现一些东西 离生起落地 二旋 接着是三旋 三旋是离起苗落地 四旋是写念清静地 接着是周空无边柱 色无边柱 无所有柱 非上非非上柱 这都是外道的定 如果你到车摩托的境界 坐下去 他身兴安和深兴安 他人很舒服 坐多久都可以 开始转四年柱 官生不静 官寿是苦 官心无常 官法无我 他马上可以 四年柱 最先是别相念 接着是总相念 接着是暖顶引卫世帝一法 四家行为 中引的时候收四替十六行相 上引的时候收八替三十二行相 每个四圣太 每个苦 苦空无常无我 习阴灭习离 道果行出 每个都有四个去收 收到最后 见度了 见度十六心 这个正道 暖顶引世第一 那一念 苦空无常无我 收到无我那里见度了 正道 正道 有段八十八本的建华 由初果到四果阿罗汉 收断八十一品的诗画 见诗画断 成阿罗汉 成阿罗汉 就是圆满了 小成就是这样 但是他圆满了 他并不是解脱 虽然是他的极果 但是他去了五静居天 五静居天就是四禅天 最后是四个天 无凡天 无亦天 善宴天 善见天 悉咎景天 这五个天 是三成圣人 二成圣人住的地方 所以就叫做五静居天 正了初果 就在天上七次往来 七次在天上 七次在人间 正二果 就叫做一往来 一次在五静居天 一次就在世间 正了三果 叫北来果 去了就不回来 正了四果 就入无缘裂盆 永远在五静居天 这不是解脱的 怎样度众生呢 又不是成佛 所以他们小成就认为这个已经是究竟了 这个是究竟 每个修行都去了五静居天 那剩下娑婆世界的重心是怎样的呢 所以 阿含十二方等伯 最先佛城道的时候 最先那二十一天就讲花言经 因为佛城道之后 他就想着入列盆了 因为我发甚深 无人名的 大凤天王就出来请法 出来请这个 哎呀你没有啦 你和我的子盟讲法 因为大凤天王 另外所有的东西都是他的子盟 所有的人都是他的子盟 因为 大凤天王的定力是一截半 一入定就一截半 多多入定的时候 这个世界是未形成的 即是无人的 到他出定的时候 这个世界入了一截半 这个世界全部都是人 以为他做出来的 所谓大凤天王 认为所有的东西都是他做出来的 所以请佛同这个说法 佛请说法 灵袖山那里 讲了二十一天 这个花言最初三七日 诛声盟众如龙齿啞 听不到 有以不能微妙法 有眼不见赦罗生 听不到他说什么 因为他是小成 听不到大成的法 亦都见不到 这个奴赦罗佛的生 因为千丈奴赦罗 所谓千丈奴赦罗 这个佛的法生是一千丈 一些天人 全部都是 都是共上高的 你不整高一点才行 所以没办法 听不明白 听不明白 放回鹿野院 道分五比丘 跟他讲歌阿含 阿含十二方等百 阿含说了十二年 道五比丘 跟他讲小成的法 因为当时印度是 很辛苦的 那些人的生活又辛苦 现在印度也辛苦 以前辛苦 现在还辛苦 现在的人又是这样 四圣阶级 都没有动 二千多年都没有动 现在印度 还有些人拿着旗子 摇摇个灵 你不要碰它 它是战族 印度的大学 还有些位置留给婆罗蒙 不用口试 你是高级的一族 撒大利 婆罗蒙 幽先取禄 其他那些守陀罗 读到会飞 都不修理 所以现在 当时更加 修行的风气好性 所以就先讲阿含经 讲四圣太十二英元 讲四阿含 四阿含 这就是小成的事 这也是佛教的发展史 所以阿含经 这个时期是什么时期呢 这是佛陀摄法期 即是公元四百六年到五六五年 五六五年佛出世 四百六年入月扑压前 公元前 这个就是佛陀摄法期 由佛陀入灭到四百年 四百年时期就是部派结集期 这个属于阿含时期 这个时候 因为 因为这个 这个 原这个 像六金生 释迦牟尼佛 释迦牟尼佛 释迦牟尼佛是变化生 这个佛是住在哪里呢 其实是正式的佛 正式的佛是这个佛有三个生的 法布化身生 这个释迦牟尼佛是略应化生 这个正式的佛是路舍罗佛 大日如来 南无清淨化生大日如来 毗露遮罗佛 元满布生路舍罗佛 路舍罗佛 路舍罗佛 千八亿化生是释迦牟尼佛 释迦牟尼佛 是释迦牟尼佛 释迦牟尼佛 因为每个佛都有三个生 佛本身 它的生是很大的 这个千丈路舍罗 就是在摩斯首罗天顶 即是四禅天的天顶 摩斯首罗天顶 有个叫做厚延天 这是佛土 佛住在那里的 这个路舍罗佛 有五个决定 第一是时决定 直到永远不入裂盘 释迦牟尼佛 路舍罗佛 没有裂盘 这个法决定 只讲大乘法 处决定 住在摩斯首罗天顶 厚延天 这个捐属决定 只是讲十地菩萨 讲给十地菩萨 还有这个相决定 相好圆满 永远都是千丈路舍罗 相好圆满 所以这个路舍罗佛 才是佛的本体 这个大乘如内 清淨发生 毗劳尖罗佛 是不讲的 因为清淨发生 所以清淨发生 所以佛有两个身 一个是常迪光证土 佛有两个 化他土和常迪光证土 常迪光证土 所以这个佛就是大乘如内 现出来的就是佛劳尖罗佛 他就是这个 佛劳尖罗佛 他就是这个 这个 住在 这个常迪光证土里面 只有一个意识在里面 这个就是佛劳尖罗佛 佛劳尖罗佛就是真正的佛 千八亿化生是释迦牟尼佛 所以这个佛 当这个佛成佛的时候 这个释迦牟尼佛 就在这个 印度2565年前 在印度 这个菩提菩提加耶 那里成佛 那卢尖罗佛呢 卢尖罗佛就是 这个佛在这个 这个修行的时候 收到共上下 那些天人就 带了他 就说 因为他这个 这个佛 即是摄特多太子 在河边打坐 这样子 因为这个 这个 正不到大成的果 于是 应该如何才正到呢 那些天人 就带了上去 摩斯首罗天顶 用这个 五相成生法 就变成这个 露舍罗佛 所以这个露舍罗佛 就在摩斯首罗天顶成佛 成佛之后 因为摩斯首罗天 很多三千大仙世界 摩斯首罗天 化生千百亿释迦牟尼佛 下来这个世界里面 所以释迦牟尼佛 讲的是这个 小成的法 小成的法 对我们来说 大成是不可以 讲小成的法 不可以赞叹小成的法 所以下一年 叫我讲阿含经算读 我不讲 因为不可以赞叹小成 你不能叫我赞叹小成 你不能叫我赞叹小成 讲他不能赞叹 要是讲不能赞叹他 就是不要讲了 所以我改作《灵骑经》 佛入灵骑经 这个是遗色的经典 佛入灵骑经是大成的 所以大成人不讲小成法 不过现在个个都捞乱了 因为你不能赞叹小成 赞叹小成是奉菩萨界 你看看受了菩萨界 赞叹小成是奉菩萨界 所以小成是治了的 所以我们讲五江 就告诉你小成是治了的 所以因为小成最初是给出家人的 他所遭遇的事情不同 现在小成 这个是宫生不定 宫秀是苦 宫生无常 宫法无我 你又试下宫 你跟他不同 你不可以日中一食树下 一宿生一泊 他在树下低住 他不用交租 不用买楼 不用换楼 不用租楼 你多开心 他又没有结婚 没有冤家 没有冤家 跟着没有债主 一天都光亮 什么事都没有 你有 所以他是黑食的 不用做事 你又要做事 看老板面色 他又怎样 所以小成是断烦老了生死 他有这样的条件去断烦老了生死 你就算是大成人 你现在想学小成 你都学不到 为什么呢 你要交租 他不用交租 你要做事 他不用做事 他没有冤家债主 没有冤家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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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人跟你吵架 没有人花你的钱 所以他不跟你 所以小成收得到的东西 你大成未必收到 现在不是说小成不好的东西 而是小成收的东西 未必适合你收 所以大成要怎么收呢 就是销业 第一件事 销业 销除你的业 销业 销业呢 销业 就是拜忏 拜这个 所以小成奉子没有拜忏 拜忏 放蒙生 施食 小成不理外面的众生 所以他没有施食 虽然知道五翠集居地 但他也不会救到众生 所以这个销业 销业 销业之后 销业没有病没有痛 据食负 即生成佛 又可以前宫的开愿 又可以念佛求生正土 念佛求生正土最容易解释 个个都念佛求生正土 这是大乘的东西 所以小乘人与大乘不同 所以阿含到小乘 讲了十二年之后 接着就讲《方等经》 《方等经》讲了一百年 这个《方等》是什么呢 《圣盟库仁经》 《圍摩杰经》 《圍摩杰经》是方等 即是让小乘人回小向大 因为这个只能够救导自己 佛形容它是招牙败种 当然这是大乘叫它 小乘人何时都不承认自己是招牙败种 他认为这是最好发门 因为他最快解脱 所以我跟小乘人谈的时候 小乘人说 你好像肚饿一样 去街边吃碗正面 就肚饱了 所在以为凡行以立 招除了烦恼就算了 但是你大乘就不同了 大乘要延开白植 放在半岛酒店那里放 那你便要换钱 三大乌曾邪劫都要积资粮 你一直要换钱 那究竟你是想在半岛酒店那里 延开白植好 或者在街边的正面好呢 有得延开白植 当然是延开白植 不过你说食股正面也不错 那就可以解脱 食股正面是自己饱而已 但是延开白植是遥益众生的 所以看人家是要哪样 你有机会能够职生取笨 那你便去解脱它 即是饱了先 如果你没有机会 然后有这么多烦恼填住你的 等这一世收不定 等下一世再来 那便收大乘 所以这个大乘 就是说到方等 说到维摩杰 苛小阳大 就是苛色之小乘 这个时候 即是大乘喜讯论 大乘喜讯论 这个佛灭道后五百年 有马明菩萨讲大乘喜讯论 这个就是方等 所以这个五时八教 其实就是这个佛教史 阿含十二方等八 跟随成俗 说二十二年的阿含经 阿含经说到二十二年 这个 波也经说到二十二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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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原装法先将它 波也经有七百多卷 就是原装法先将它整理到六百卷 波也经 金刚经就是第五百七十七卷 所以这个阿含 波也经是最长的 说到二十二年 二十二年波也讨 这个来到这里 就是龙树菩萨的忠宫 龙树的忠宫 就是等于龙树的忠宫 因为大乘喜讯论讲完之后 就讲这个忠宫 忠宫 忠宫这个 这个就是八北忠道 这个讲八北忠道 就是波也系的东西 这个花炎最初三七日 这个花炎就是遗息 遗息 忠宫讲完之后 那些人贪着胸 方等行人 恶取胸 这个时候 世襯无着 提倡遗息 讲遗息 讲遗息 这个呢 讲遗息 所以忠宫 一个是胸 一个是有 这个是胸 这个是有 接着法花列盆共百年 法花经呢 法花经做什么呢 法花经开声盟而作佛 法花经是整理了整个佛教的东西 法花经又有墨宗 也有陀罗尼品 其实佛教最后发展 就剩下墨宗 墨宗 墨宗是最后发展的 所以我们学佛的时候 不可以走到头路 不可以走去学小成 因为那些根本你学到都收不到 因为你不是日中一食树 一宿三衣一国 你是要做事的嘛 要老板的嘛 你是有冤家 有债主 什么都有的嘛 所以 消业積福才是你要做的事 就是你先挡住那些业 让它不要有业 像我们这样 这个呢 不要有病了 所以我四十多年都没看过医生 所以消业積福 因为福布不够 供天之类之类的事 做多些福布的事 所以消业積福求解脱 小成就不用做这些事 小成就直接解脱就可以了 因为它有这样的机缘 什么都别人供养黑食 所以这个就是五重 这个五时八教 这个五时八教 其实一推下来 就是这个佛教史来的 什么叫佛教史 或者最终法花列盆经 列盆经呢 这个扶小律以谈常 所以小成的戒律 谈这个常注登心 所以列盆经 法花列盆供百年 最后来都是讲法花经的 所以法花七语里面 全部都在讲这个法花经 所以这个法花对我们很重要的 所以五时八教 八教就是藏通别缘 藏通别缘 藏通别缘 这个被遁渐 遁渐 秘密 不定 这个叫做八教 这个叫做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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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化疑四教 化疑四教 就是藏通别缘 化 化四教 就是这个遁渐秘密 不定 康枕 有些人是遁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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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秘密的 不定的 这个就是他 康枕 化四教 遁渐秘密不定 化疑四教 是藏通别缘 藏就是三成 这个小成佛 就叫做藏教 小成就叫做藏教 通就是方等的 又可以大成又可以小成 也叫做通教 别教就是这个花盐 花盐的叫做别教 别教就是有刺帝的 这个圆教就是 遁见本来面目的 这叫做圆教 就是藏通别缘 别就是这个 因为有些 有些佛立即成佛的 有些龙女犬珠马上成佛 这叫做圆教 如果你说要修好些花盐 一地二地 花盐有42个阶位 42个阶位 42个阶位 或者52个阶位 这个前台同展53参 这叫做别教 就是逐步逐步来 就叫做别教 突然间正的 就叫做圆教 所以天台中 就是将佛法 当你拿起一部经的时候 你看看这部经 究竟跟小成说的还是大成说的 如果你跟小成说的 你卖修小成 你卖修小成就没用了 或者是教坏你 所以 如果你偷偷学的时候 你要学天台 就是这样的意思 藏通别缘 哪一部 讲一部经 马上就讲 识明 识明 显体 明宗 论用 判教 判他是什么教 我这部经 知道他是说什么的 因为现在 这么多结言书 什么都有 小成也有 大成也有 船中也有 墨中也有 这一大堆 这一大堆 暖沙龙 如果你不能够 一开始 你学佛的时候 不由天台学起 你就没办法学了 你就变成了 一部经 看环具 每部经都打架 为什么这部又讲 那部又讲 所以要知道 他为什么要讲这个 淡虚老化 老化仙是天台中 天台中 淡虚老化仙 他43岁才出家 他那个经历 是值得我们学习的 因为他不是一开始 就是出家人 不是一开始 他就是43岁才出家 又做过学徒 又做过什么 又学这些外道的东西 最后才出家 第一 他出生的时候 他可以看影尘的一录 他妈生了七百胎 都养不大 36岁才有淡虚老化仙 淡虚的名字 不是这一世的名字 是以前的名字 他妈妈在怀胎时发梦 梦见 有个胡增 一个出家人 拖着炉子 用来挂单 她说要在这里住 她妈妈说没有地方住 我们这么合宅 弄了一只炉子 又拖了一只炉子 又姓 叫什么名字 他叫淡虚 是以前的名字 是胡增 投胎 他说不可以 一定要住 一旦坐下 他便出生了 所以这些古代的 也有很多梦 他每个人都有梦 广阴法师梦见 观音菩萨入胎 观音当时 梦见观音菩萨入胎 他到三十多岁才出家 最多做佛幕工人 最后才出家 出家才修修禅中的广阴法师 虚弘老和尚 更厉害 虚弘老和尚梦见过欲求 广阴法师梦见过欲求 一刀斩下去 看怎么出生 梦见过欲求 其实 那个生的 好像拿渣那样出来 他母亲就梦见 骑虎入胎 即是观音菩萨 骑老虎入胎 所以 这种梦吞的大德 也有梦境 我们的小德也有梦境 我们的普通的 也有梦境 我叫做梦怡 小时候 我母亲 我父亲在泰国 娶我妈 回来娶我妈 在泰国做生意 几代都在泰国 过来乡下 现在回乡下结婚 结完婚后 就回到泰国 夜晚梦见 因为我出生了一天 他梦见去到一间婴儿屋 在婴儿屋 见到很多小孩在那儿打轰斗 在那儿哭 在那儿叫 但是见到三个大摇嵩 见到三个大摇嵩 他就抱起其中一个 我便跟着出生 那时又出生 所以我一世都是贪 摇嵩出帝 难怪你一世都没熬过 所以病又未病过 未看过医生 不是只学了佛之后 不看医生 而是十岁之后 我妈去泰国 没有人带我去看医生 自然没有病 自然不用看 因为十岁之前还要看 呼应铁铁铛 他又带你去看 待会上班级瘦 又带你去看 他走了之后 没有人带 没有人看 自己要颈舌 死得了 没有人带他去看 我姐姐要上班 怎样带你去看 自己咬 所以要小心 所以到现在 都是很小心 吃东西 知而此类的 养成的习惯 小心照顾自己的身体 所以我现在六十八岁 没有白头发 六十八岁 看起来 年轻一点 当然 没有病 没有风衫 没有头痛 没有腰痛 什么都没有 就是没有老人病 所以 现在吃了李嘉诚 李嘉诚那只 那只更加 更加好 因为 不要说那些 买高白 买高白 没有时间 说不太多 垃圾 这个 出生 所以 这个叫做梦尼 小小的那只叫梦尼 所以 三个摇篮就抱起其中一个 我们当然了 我们称世界的 跟老法师熬的不同 所以 这个老法师 他最先出家都很波折的 因为他学很多东西 最先学很多东西 读书又读不到 只是挨打的 你不要以为他 老法师一定很聪明 高增大德一定很聪明 读书又读不到 经常挨打的 又经常逃学 所以 到十四岁的时候 就送他去当学徒 学了半年 又回家 没有兴趣学 后来 学外道的东西 又学基督教 什么东西都入会 所以 他这个学习 比如说你有善羹的人 既然是骑脑来转世 当然有善羹 一早应该 遇到这个佛法才是 一早应该 整一世收到 这一世来到 那你又 为何又这么波折 又走到学外道 又练当 最后才奏回佛教 所以这个 就是隔阴之迷 无论是什么入胎 无论是什么婴地 一进来就重生来过 所以 学多外道的东西 学多集的东西 就是因为他将来要宏发 宏发的时候有用 知道外道的东西 知己知己知己 百正百姓 所以你就要学多一点东西 让你捱多一点 所以你们现在正在捱 可能翌日 一出家就做大法师 都不定 因为 雖然好像没有什么善羹 他现在好像没有什么善羹 看风神榜 西游记 他十七岁的时候 跟他娶老婆 归衣 天主教 基督教 什么都入过 到二十岁 他就做工 二十岁到三十岁 八国联军进去 到营口 担任孙广源 转任督港 即是说东西 法师人说说东西 做督港 都未信佛 到二十岁都未信佛 到十年以上 家庭亦都发生大变化了 二十岁 爸爸死了 二十六岁的妈妈又死了 他的儿女 亦都相继出世了 江水三十四年 即是一九零八年 就签到营口 他说营口 他有空就看医生 看医学 看看 自己就开药财谱 有心得就自己开药财谱 所以天台中 个个都是中医 太行老法师也是中医 淡虚老法师也是中医 我最初都是学中医 因为最初是学中医 最初我读完书之后 当然读中医 读了五年 泰国就坐药财谱 因为自己没有开药财谱 我当然是坐药财谱 医了一段时间 觉得众生很难搞 吃到榴莲胎冬药来找你 什么都来找你 而且生医生 他又找一些专门难搞的 同尿病、高院下的 癌症等给你治疗 更加难搞 所以做医生来说 其实没有把握 每个病都没有把握 尤其是中医 因为没有特效药 西医永远好些 看中你什么病 就给你特效药吃 但是中医又没有特效药 救过那些汤头歌诀 搬来搬去 其实是鼓鼓下的 鼓鼓下 不如不要鼓 医死人会那么大事 所以都是出家好 出家 这个说错 你最多收错 都不关我事 不会立刻有事 但是医生不同 开错药 立刻有监坐 当然是做法师 或法师车厅车地 最多收不到 最多是轮圈 何况我们就不会车厅车地 说话更有根据 但是 如果你就算说错 人家也是收错的 但是 没有事 但是 你做狂行也不能够错 每个人都不能够错 做得越大的就越不能够错 法师的空间就大一点 所以 他就 开药材谱 然后就研究 《灵严经》 因为 药材谱 不是时时有人来看证 有空 有空就看佛经 看《灵严经》 看《灵严经》 看了几次《灵严经》之后 想出家 找这个保一老和 想出家 老和尚说你是刑口的名医 又有老婆子女 免出家 不收他 不收他 到43岁 到43岁 他没有办法等 等不及 人生无常 看经看得多 人生无常 走路 坐火车 坐花车回去 突然离开家 火车那里 《灵严经》 《灵严经》写得很好 影诚会突然离开 不告诉老婆 老婆子女 也不知道她出家 因为你要说出家 她就不让你出家 所以 她离开老婆子女 坐火车 后来才出家 后来跟灰印禅丝出家 后来才出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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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一幕 她回去影诚会 回去见她的老婆 隔了很多年 隔了十年八年 才见到她的老婆 没有声音出 所以 《灵虚老法师》 她的履历是普通人的履历 普通人的履历 不是说你认为 高僧一出世就会讲经 会飞、有神通 不会 她又跟普通人一样 所以 你们都是普通人 日日可能一出家 又是高僧也不理 所以初多学习的人 看这个影诚会议录是很好 这个 出家之后 她就有机会跟到太行老法师 太行老法师 因为她是北方人 太行老法师是南方的 所谓南方 是观中子叫南方 观中子在浙江那边 我们叫北方 其实她都是南方 她算是南方 所以 《灵虚老法师》是北方 东北三老 东北的 东北人 她希望 太行老法师 希望有个东北人 可以去横法 因为那时 北京 有几千多间庙 但那个庙都是做佛事的 都是要交债应酬的 如果识到 识到官 或者识到 识到王族 你不用担心 所有人都是走这条路 没有人讲经 完全不讲经 完全不讲经的时候 佛法就衰微了 所以 《灵虚老法师》 发心去讲经 太行老法师 在北京 港经时 带上淡虚老法师 为什么呢 因为淡虚老法师是北方人 翻译也好 这些人也好 因为她 跟着太行老法师 北京港经 遇到很大的机缘 遇到当时的很多大居士 很多大居士 好像 蒋维桥 金刚经 蒋维桥 江魏龙 写金刚经 蒋维桥 材维桥 材维鱼 这些居士 叶公卓 后来 帮淡虚老法师很多 淡虚老法师 去到每一处都起庙 观中子 读了三年之后 他就 讲《灵年经》 讲《灵年经》 第四个儿子 王维雄出家 这个叫大光法师 但是《淡虚老法师》 我们还未曾亲近过 因为我七七年才皈依 他六三年已经往生 这个佛清 好像1965年成立 因为那时《淡虚老法师》 已经往生 但是中华佛教图书馆 是江杏街1844号 那个三楼的图书馆 暢怀法师 就是佛清那时成立 就是在图书馆里横发的 最近才搬过来 已经搬了三年 三四年 已经三四年才搬过来 以前全部在那里的 这个《灵年经》 《灵年经》 就是淡虚老法师的学生 我师父也是淡虚老法师的学生 这个《灵年经》是后一辈 后一点 所以我师父是有接法 这个《灵年经》 没有接到《淡虚老法师》的法 所以我们是《淡虚老法师》的学生 《淡虚老法师》的徒弟是保登法师 也是十年八年 在《淡虚老法师》 因为《淡虚老法师》是在东北有个《淡虚老法师》 所以《淡虚老法师》的塔是在《淡虚老法师》 是在《淡虚老法师》的纪念塔是在《淡虚老法师》 他的《宏法》就在图书馆 后面就有讲了 这个《大光法师》 《大光法师》自己有个《青花年社》 他的徒弟是保林法师 他现在很出名的佛联会 我们去探过《大光法师》 大光法师在那儿吃过饭 《大光法师》高高大大 东北人 这个是《淡虚老法师》的徒弟 他将《淡虚老法师》的事迹 写到一部《影诚回忆录》 现在更终有些杰园书 这部书是写得很好的 初学佛的人 初学佛应该读多些 这些老法师的传记 增加你对佛教的信心 这个是《淡虚老法师》 到了《灵严子》讲经 接着另一方面 在《孟佛寺》讲佛学院的主任 讲佛遗教经 《四十二章经》 《八大人国经》 这十几部经 接着就担用《极乐子》的住持 《极乐子》的住持 他就开佛学院 《极乐子扮佛教学校》 到《极乐子扮佛教学校》之后 1925年 《太阳老法师》就传 售价就传给他天台中的法墨 《四十四代》 还交哈尔邦的《极乐子》 住持《淡虚老法师》 《长春波野子》 就帮助这个喜庙 因为他认识居士 在长春讲《波野经》 所以他认识人多 所以见很多庙庙 他见庙总共很多 后面看一生兴建的寺庙 除了刑口的《灵严子》 哈尔邦的《极乐子》 长春的《波野子》 青岛的《湛生子》 经他復兴的 还有吉南的《梅陀子》 《天津》的《大碑院》 《沈阳》的《波野子》 《永安子》 所兴建的《寺院》 都是设有佛学院的 所以你说 《丹虚老法师》 前一 就是前面那半生 全部都不知道是什么 好像你们那样 都不知道是什么 学下又不学下 又学下这样又学下那样 学到最后 原来是这么厉害的 再去见众多庚庙 再去见众多庚庙 这一个 1931年 日本就事变了 那个时候都不是共稳的了 他在《波野子》 后来去了西安 这个 到了1937年底 《丹虚老法师》就离开这个青岛 到这个香港 所以跟香港有缘 所以我们就要讲 历代高增本来有很多 不过这个是香港的 这个是佛青的 不是佛青的创办人 也是唱了法师 佛青是一帮居士的 增头天那些创办的 请老法师做导师 老法师做导师 因为老法师是淡虚老法师的徒弟 所以就在这个 中华佛教图书馆那里 那里宏伯 所以这个 这个下来香港的姻缘 是由热卓公居士而起的 这个1948年 就很多大陆那些法师 走难下来香港 1949年 我师父都是 1948年那时走下来的 他就说 他坐火车勾下来的 即是火车 有个勾在两边 没有位置坐的 他就走难了 他就迫迫迫迫迫迫在火车勾里面 最后来找到位置坐了 坐了七日七夜 对面就有个小孩 一辆车一搭他哭 七日七夜都没睡觉 结果得到伤痕病 头发都脱了 来到的时候 这些人推到羹房里 他说这次死了 死也不行 所以就念观音蒲达 念念念念念念念一下 整间屋都是观音 所以病就好了 所以我们的早晚课都是念观音 西方寺的早课 不念阿弥陀佛念观音 所以我师父 你去西方寺 见到很多观音 观音三十二 他真的见到观音 所以很多人走下来 当时很多人走下来 最多人就去 茂峰老法师那里 东宝陀 东宝陀 接很多人 茂峰老法师 因为他下来香港的时候 创办佛学院 用环法声社 环法声社本来是保证法师的 保证法师没有在那里很久了 所以茂峰老法师就在那里创办华南佛学院 所以 茂峰老法师是华南佛学院的学生 我师父也在华南佛学院 不知他在做什么 总之跟茂峰老法师很熟 因为世事过来就跟他下来 所以当时很多人下来 洗层法师和金生法师 下来没有地方住 住在卫城道的卫城道的卫城道 卫城道那些是有钱人的 下来有钱太太见到他这么辛苦 送到卫城道两层楼 我们也去过 叫做卫城道那间的正社 他在那里住 后来才有苗八尺 所以头头有很多学征下来 到1952年第一届毕业 老和尚董事持用院长 又办了第二期 收了20个学生 最初收了10个学生 1954年毕业 老和尚已经80岁了 后来郭董事就请他住在弘法圣社 改造佛学院的研究政策 到了1958年就创办中华佛教图书馆 这个佛教图书馆 还有二万多企册的书 任人借 我也是在中华佛教图书馆 那里见到这个唱卫老法师 那一次我去採约 因为那时是学医 都去採约 採约 人家说去听经 去老法师讲经 我说好听经 都不知是什么 一听经 一去到的时候 有个老法师在讲经 讲灵言经 老法师讲的天台中的讲法 讲之前写一首计 讲之后又写一首计 那首计是秘赦浮佛的计 我本无生亦无生 四大化生因境有 前境若无心亦灭 罪福如幻喜亦沉 我觉得很震动 无罪无福 现在整天都不如意 罪福如幻喜亦沉 多好 所以整天有什么烦恼 念这句 我本无生亦无生 人家骂 不是骂你 我本无生亦无心 四大化生因境有 刚刚来到这里被你骂 所以前境若无心亦灭 你不要执着它 没有前境 因为前境都没有发生 你想它做什么 都没有发生的事 你想它做什么 心就自然静下来 你不要想着将来会怎样 将来的事将来才算 所以现在是现前一刻 你最重要做你自己 现在将来的事将来才算 自然自然自然碰的 船都桥头自然直 这个 罪福如幻喜亦沉 没有罪无福 亦都起亦都沉 所以这些罪福都是假的 你不认为它是罪 那它就自然不会有报 所以你不要想着 不要想着它有病 就自然不会有病 不要想着病 所以我们是没有休息的 做法师 做法师 我们一天收十四个小时 我们是年中无休的 我们没有休息的 过年我们没有休息的 最忙的 过年最忙的 你们最有空 我们最忙的 没有星期六 没有星期日 你现在整天 星期六 星期日 还有星期三 一会儿又说工作五日 已经很辛苦了 一会儿又说要请太公 一会儿又说我们做事的那些日 不知道几单啊 一会儿又请太公 一会儿又这样 一会儿又那样 我们年中无休 一年三百六十日 不是一年 我们做了四十年 出家三十几年 都是年中无休 一天一日做到黑 我们现在一日是讲七日经 我们一日做七日的东西 一个礼拜做七日的 礼拜一 礼拜一就在香港讲凌言经 礼拜二就来佛清 做这个念佛法会 很多法会的 礼拜三就在屯門大会堂 讲静座 初级班 这个基础班 礼拜四就在香港经社 就讲这个比优尼戒 比优尼戒 比优尼戒 礼拜五就在佛清 讲这个小子观 礼拜六呢 今天呢 今天再不空 今天在香港做三次系念 要佛堂 总是要做三次系念 做三次系念 明天呢 明天就更忙 明天就要灌顶 一天就讲密宗的事情 调四架行 所以由周一到星期 在周七都没有休息 不见他生病 即是病了也不做 所以没有病 而 always ONught up 每天都放蒙生 所以這個病不舒服 是你自己說的 沒有不舒服的事情 但每天體力都是這麼充沛 我們一天睡4個小時左右 即是休鐘也是睡4個小時 因為再沒有時間 你再睡多一點就沒有時間 我們現在今日來講經 明天要2時起床 要拉回時間 來講經就沒有話修 但下午又去到三時是念 現在又講經 回去已經是10時多 然後睡到2時 又再做 但是每天都這樣做 又不見到病 又不見到速度過度 所以人們說不夠休息 不夠什麼是假的 不用休息 你有個心 心要休息人就要休息 你的心不休息就是不會休息 因為你做佛學的事 就是要這樣 就是要這樣 誰叫你進入這一行 這一行就是這樣 我都沒得說 這個三更五黑 這個黃燈電 我們三點半一定要起床 做早課 等到八點做 所以做了十二個小時 晚上到廣經做了十二個小時 晚上到廣經做了十四個小時 所以收了十四個小時 所以當然 累累也會有的 有時 但是很快就恢復 因為打坐 打坐就快恢復 所以這個打坐是最好的 這個 這個 19五 19六三年 19五八年 就創立中華佛教圖書館 每個星期天 在圖書館講靈嚴經 靈嚴經 所以開胃靈嚴 成佛法花 靈嚴經是一個很好講的 現在講了九十幾堂 都講不完 在香港講靈嚴經 講了九十幾節 這個傳媒化才講 一百零七七柄木音帶 我也不知道講了什麼 現在講到五十音魔 更加多話講 所以不知講到什麼時候 靈嚴經是一個很好的東西 靈嚴經 開胃靈嚴成佛法花 你怎麼修行的靈嚴經 所以這一個 正修行人講的 這個 這個六十三年 這個六十三年 就原寺 講完靈嚴經 講完了 一部靈嚴經講完 由應四眾大寺 講金剛經 講到農曆五月 更生體疲倦 所以他講了很多經 我現在都講了很多經 我現在都講了很多經 我現在都講了一千個 一千個錄影帶 YouTube 都放了一千個經 什麼東西都有 這個戒律 什麼東西都有 這個法經 所有大經都講過 靈嚴經 法經 什麼經都講過 因為你做法師 你是開超級市場 超級市場 一定是賣一件事 我只是賣淨土 那你沒有抵抵 你去抵抵 你去抵抵 那你只要講一下 所以 我們是要什麼都懂的 我們當然選一件事來收 不是每件事都收到 但是 我們要什麼都懂 什麼都懂 什麼都懂 才可以開店 才可以多做眾生 所以 現在還在學習 我還未學完 現在還在寫書 現在 年紀大了 快七十歲 人生七十古來戲 現在把錄影帶整理 一整理出書 第一本出了十二天神貢 和聲貢 現在寫放大蒙生 然後一直寫準題 或者金剛那些 即是把那些 清餅錄音帶 其實是很容易的 因為配了音 它打了字幕 就是文字 當然文字 沒有寫書那些共好 因為講 口語化 現在個個都是用口語化 好像掩培法師 那些全部都是把那些錄影帶 搬到字 都沒有空去再寫那些字 所以現在不用寫經 現在懂了錄音帶 他們接著去打字幕 打完字幕 接著就是文字 所以 這個 因為將你所學的東西 要傳給下一代 現在老法師 越來越少了 現在剩下我們 我們做接班人 這樣就大件事了 我們聲亡不接 現在除了我 還有誰在講大成經 好像沒有誰 你還不去做 所以 這個 我們雖然是佛教 但是我們 跟瑜伽一樣 瑜伽的四維 這個張哉 他說 為生盟請命 為天下立明 為生盟請命 為往性繼絕學 為後世開太平 所以 你 為天下立明 為生盟請命 即是眾生 因為沒有法出來 他們不收 好像我們現在 這個十二天神功 和聲功 這個沒有了千多年 我們的脈蹤 沒有了千多年 連日本也沒有了 日本也是很色微 即是我們同生整理過 我們現在用生的apps 或者用二維碼 一數 就知道六個星 這個是將 為往性繼絕學 快消失的東西 我們將它扶回來 不只是出了家之後 我連伯求生靜島 說你們 你們跟得來 跟不來就算數 這個又不是辦法 有些人 還要學 我們剩下 禪政默律四個小時就修行了 所以 你年輕人 現在 那群年輕人 你叫他們往生淨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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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衝擊政府 你叫他們往生淨土 我說 你來了 我們有念拔法門 好好的 你叫你念拔 南無阿彌陀佛 你念拔 好過被人拘捕 所以 他理你都傻 所以這群年輕人 是聽不到你念拔的 你只有念拔 現在差不多只有念拔 誰要講離開念拔的過程 沒有人說 所以年輕人 你給他們默忠 哎呀 不要搞那麼多 我說 我教你的咒會發特 哇 立刻衝過來 什麼都不管 要發特最重要 身體健康 領藥師佛 身體健康 唸準題法 滿眾生怨 什麼都滿 唸這個財神 唸這個大黑天財神 包你有錢 哇 個個都回來了 現在個個都現實的 所以 分開 分開的 如果你學生的時候 就不是收默鐘 學生的時候 你教他靜坐 因為打坐 打坐可以 可以供到佛的境界 即是靜心 即是心定下來 因為那時候 沒有苦腦的 有煩惱而已 煩惱就是追不到女生 做事做事不容易 打坐 即是清靜心 所以 所以 做學生的時候 就是 四念柱 打坐 禪修 那些 都是做這些事的 但是你到出來做事的時候 博煞就不一樣 還有老婆要養 還有化骨龍 還有很多事要做 還有交租 還有買樓 還有換樓 很多事要做 所以 你要收默鐘 默鐘 世出世耕兩種圓滿 默鐘 世出世耕兩種圓滿 世耕不圓滿 你只出世耕無用 所以 你要修行 要燒業 第一 擋著葉 默鐘 默鐘有很多金剛 有很多 燒除你的障礙 接著 你又可以施食 放夢生 增加你的福 共天 共星 可以增加你的福佈 所以 這個時候 到 過了五十歲的時候 來入無多 念佛求生淨土 所以 那個時候才是求生淨土 你太早叫他求生淨土 太早叫他求生淨土 初過你 不知何時去 二十多歲 叫他求生淨土 你何時可以 所以 你要接引 那些年輕人 你一定要有默鐘 才可以 默鐘 才可以 但默鐘 對你們來說 又沒有用 我發特做甚麼 我最重要是往生淨土 現在五六十歲 畫了一塊都沒有用 自己洗 給子女 等他打公司 當然 自己去 自己 求生淨土 最重要 所以 七十歲 六十歲 別想其他 只是求生淨土 所以 我們佛教 剩下 禅靜默律 四大行門 所以 禅宗 禅宗 你們打坐 都是禅宗 所以 打坐 是學生歌時代的打坐 清靜自己的心 內觀禅 外觀禅 現在大學都在做這些事情 內觀禅 外觀禅 官生北正 官壽事夫 官生無常 官法無我 當你二十五歲 出來工作的時候 甚麼都沒有用 賺錢最重要 賺錢 最重要是沒有障礙 這個 養妻活兒 到了五十五歲之後 退休 退休之後 念佛 求生淨土 盡地一煲 搏一搏 搏不到 你就流轉生死 搏到 去淨土 所以 我們八宗共雄 和太虛大師一樣 我們所有宗派都說 我們佛教超級市場 你進來是淋落 沐沐 甚麼都有 這樣才能夠應付到 每一個基因 年輕人來 我跟他們說打坐 這些學生歌 我跟他們說打坐 所以我們打坐的人 全部是三四十歲 我們再大一點的 我們跟他們說墨忠 墨忠現在全部都是年輕人 即是五十歲以下 收墨忠 五十歲 二三十歲 三四十歲 五十歲 都是收墨忠 到了老人家 我們都有香光禎社 那些是念佛道場 我們有三慈系念 有打佛測 有打觀音測 我們初一十五 都有拜大悲慘 這裡有念佛 香光禎社是念佛法門 所以這四個 善政默律 最重要是戒律 戒律持得好 第二 自然會擁護你 天龍百步會擁護你 持得不好 經常和你作對 那你就救死了 天龍要走一步 他又弄一弄你 你就救死了 所以既然是走這條路 當然是有個承諾 這是你的承諾 戒律就是你的承諾 你一旦就不做 一旦做 你就一定要滿足你的業務守則 你的守則就是戒律 你持得好 天龍百步會擁護你 所以我們原則上 我們是很舒服 我們見不到那些東西 我們見不到那些垃圾 這個好像六四 我正在讀書 六四讀書 南亞海難 我們好像去了日本 然後加利大火 我們去台灣 每次都見不到 菲律賓事件 我又去到別的地方 我不知道去了泰國 還是什麼 看不到 全然看不到壞事 所以我們心中只有好事 看不到壞事 希望是這樣 所以學法是有一定的好處 現在初初學法 所以學法最重要 你首先要看書的時候 要看什麼書 究竟是小成還是大成 小成是很好的 很舒服的 看起來很舒服的 很清淨的 但是 你是不是這麼清淨的人 才可以 日中一食樹 一縮 什麼年頭都沒有 什麼不會貪的 不會性的 你貪到死 你怎麼不貪才可以 不貪 怎麼可以交租呢 不貪 怎麼會養妻活兒呢 當然要貪 所以這個 和這個小成是不同的 所以你去到小成 這個泰國人 我是泰國人 我媽媽 我爸爸也在泰國 兩個弟弟都在泰國 所以泰國人是不學佛的 你以為泰國人是佛佛 全部都是學佛的 泰國人出家人多 五十五萬出家人 其中有十五萬是長期的 這個三十多萬 這個就是短期出家 但是那些普通人 就不學佛的 普通人有佛像 有店舖也好 家裡也好 最高的那裡有佛像 早上去穀一個莊園香 就走人了 就是沒有得學 為什麼呢 那些東西不是他們學的 廣經 他又沒有怎麼聽 不會聽廣經 所以你去到泰國的時候 你想找一間齋舖都能 潮孟谷只有一兩間齋舖 找不到齋舖 所以天天都殺生 吃那些東西 你說是不是學佛 所以泰國人是學不到的 他明知學不到 你叫他學佛 更中有些人打坐 打不到 熱那頭 這麼熱 怎麼打呢 所以 所以很少泰國 雖然叫佛國 個個叫佛教徒 個個都是學佛 但是沒有學到 就是沒有學到 他們什麼都照殺 什麼都照食 什麼都不理 但是那些出家人就好 出家人是日中一食 一宿三一半 黑食 他們什麼都沒有 沒有財產 我們現在都是沒有財產 我們什麼都沒有 因為我們是非貿易利時 電營體 沒有什麼佛青 我們兩間都是非貿易利時電營體 是電池 以及香港都是非貿易利時電營體 所以我們是總幹事 不能拿錢 政府建議不要拿錢 不能拿錢 拿到錢 沒有取消過資格 所以我們北塘有錢 我們沒有錢 所以叫北促金錢 我們索性不拿錢 你給利時我走人 因為為什麼呢 受人錢財 太人燒災 就是叫我和你燒災 這些是佛堂的錢 又不是我的錢 你給我 那些錢是佛堂的 收了之後 因為歸佛堂 政府沒有說你拿得紅包 不要說你要私人錢 你是非貿易利時電營體 所有錢都是佛堂 所以收利時也好 什麼都好 所以我們傳法什麼都不說錢 傳法也好 講經也好 來這裡講多共內經 就沒有收過錢 因為錢拿去放生 所以難怪沒有病 說了二十幾年 全部拿去放生 你說多好 所以 但是交食就算了 錢 錢不是自己 反而更好 沒有擔心 我也不理錢 所以你千萬不要跟我說價 你跟工作人員說 工作人員就不會理你 總而知 總而知 這個佛學 我們今天講到這裡 大家有沒有問題 我們提出來問一下 這個 大家有沒有問題 沒有問題 沒有問題 我們就回向了 眾生無兵世應道 善懶無盡世言斷 法眸無良事願學 法目無量世願可 法目無量世願可 法夢無態身語 法目無效事願 estim 希望大家啥業之後 繼續讀 佛法無邊無際 所以哪些法師有聲 又是有其他修或 慢慢織毛 你要咱古老法師 頭頭是加力 都亂殺龍 但最后都是大德 所以还是要努力学